三天后,楚军城突然出现在别墅里。 姬怡。 你怎么来了? 我来看父亲。 他,怎么了? 姬怡不知道吗? 我该知道什么? 我去看看他。 楚军城直接到了书房,姬凤眠站在原地待了一会儿,随后也跟了上去。 谁让你来的? 你不能在他这里待下去了。 滚,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管。 父亲,姬怡不见得对你没有一点感情。 你现在的情况,如果再这么放人下去,你不仅会吓得他,也许还会让他担心。 我不会吓到他,他担心我,我不想让他担心。 可是,我也想让他担心我,可他不希望过得很好。 他恨我,我过得不好,他才不会担心我。 他会担心你的。 他不会,他恨我,你滚出去。 我还没有到你来骗我开到我的地步。 他恨你是没错,但是他当年憋着你离开,一直到如今他无论如何都想离开你,你觉得都是为了什么? 他恨你,报复你,你最好怀着对他的痛苦愧疚活一辈子。 但是,不管是他当年憋着你离开,还是他现在一心想要离开你,都是不想前看到你如何痛苦地活着。 你痛苦可以,但是却别让他看到,所以父亲,既然您真的爱他,最好不要让他看到你现在的样子。 他那个人,跟平常人不大一样,真如他所愿,他不一定真的开心。 滚,我不走。 他死活不肯妥协,你明知道这样缠着他得不到任何悔悠,这样无限的恶性循环,除了两败俱伤,没有任何意义。 他不会跟我一起走,所以,他去哪里,我就去哪里。 楚军成耐心用尽,沉着脸走出来,跟季凤勉打了个照面,两个人对视一眼,无声转身离开。 他怎么了? 如你所见,差不多算是被你折磨疯了。 被我折磨疯了? 那我可真是个祸害,跟他商量商量,把我这个祸害放了吧,对谁都好。 你听到了,他不会。 所以你不愿千里来到这里,是要做什么? 还想让他像个正常人多活几年,要么你们分开,要么你跟他一起回彼国。 我选前者。 恕我之言,你当真是没心没肥,如果他有你这么一半的没心没肥的劲儿,估计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 所以,你想让我们怎么分开? 他不肯跟我回国,所以你把话跟他说清楚,最好让自己彻底放下你。 说什么?说我不恨他,说他不必再计较过去吗? 差不多吧,你最好不要刺激他。 他以前犯过几次病,知道家义怎么死的吗? 承受不了心脏病发的痛苦自杀的。 他是被父亲发病时推下了楼,不过你也不用多想,他的确是自杀的。 跳了一院里的湖,不是因为心脏病,我想是因为他对父亲的愧疚。 你知道原因吗?